金银花是一味常用的中药 可以帮我们舒散风热 更善于清热解毒 大家好 我是紫身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金银花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药中的代表之一 其来源于引冬科植物 引冬的光草花铝 或者是代开花的花朵 它有很多变名 比如引冬、银花、桑花 金银花刚刚开花的时候 它的花瓣和花绿都是白色的 不过过了两三日之后 它的花瓣就变成黄色 这个白色和黄色 这些花交在一起 看起来就是黄白相间 所以它又命为金银花或者桑花 在本草桑木里面 金银花最早被提及 它叫引冬 因为它的藤蔓可以在好寒冬中生长 而且它又不凋零 所以古人就取它为引冬 而金银花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 苏晨梁芳 到了南宋时候 才正式成为若冥 金银花在中国各地都有栽种 尤其是以三东和河南为主产地 三东的金银花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东银花 中医认为金银花 圣河 未禁入匪新 未经 它有一个清热解读 抗燃 补虚 疗风的一个功效 金银花香气撇避 未禁偏何 它不单止可以清热 又不伤胃 这个风香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气热 同时都可以 去除体内的邪气 神龙本草经里面提到 金银花 圣寒未甘 有清热解读 良血化与之作用 金银花的热 和花朵的提取物 对一些常见的油脂 比如我们花生油 玉米油 和猪油的氧化 都很好的抑制效果 而且 金银花的花朵提取物 对油脂氧化的抑制作用 甚至 比起热的提取物更强 其中 金银花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 绿炎酸的成分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 是不受个氧化氢引起的损伤的 另外 金银花的水堤物 还可以抑制氧化应激反应 只要通过提高高智血症大鼠血清中的超氧化物 其化煤和谷光金泰个氧化物煤的水平 同时降低丙耳秦水平 这些研究表明 金银花在多种机制下 可以抑制氧化作用 展现比较强的抗氧化能力 金银花又可以帮助提高白细胞和炎症细胞的吞食能力 起到一个免疫调治的作用 增强我们身体的防疫能力 加快我们清除病毒 和缓解我们的炎症 进而帮助大家 这么好的回复健康 研究表明 金银花多糖 可以提升我们 环灵鲜安引起的免疫抑制小时的 器官的指数 同时 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 其中可以改善免疫低下小时的 空线和 屁壮指数 促进溶血素抗体的生成 提高白细胞二的含量 可能有些朋友 他会比较关心 金银花抗病毒的原理 其实研究表明 金银花有比较强的抗病毒效果 例如我们的金银花口服液 就可以加速某些 没有症状和轻型的朋友的 病毒的清除 同时都可以帮助 临床症状的恢复 那金银花的成品 比如有基酸 盘气迷铁 或者我们的黄酮类物质 都有抗病毒的作用 所以它就可以抑制多种病毒了 另外我们的金银花 对多种的细菌 都有抑制的作用 好像金银铁 或者我们的大肠 钢铁 这些长见的细菌都可以被抑制 那金银花中一些成品 对大肠钢铁的抑制效果是最强的 尤其是这些特定酸类成品 所以研究表明 金银花是有一定的抗病毒和抗氧的能力的 有些朋友会问 自身如何挑选这个金银花呢? 其实大家在挑选金银花时 可以通过五感来辨别它的质量 这个五感是指 挑、看、文、摸、品 首先是我们要挑花绿 我们要挑选那些 贫带 但还未完全开放的花绿 一等品金银花应该是在开放的花朵 而这个破裂的花绿和黄条是不大以百分之五的 另外我们看外形 那看看这个花绿的颜色 看看有没有杂质 或者是虫质 或者是有煤变的现象 最后要找到那些 没有黑条、没有黑头 没有枝歌、没有杂物、没有虫害、没有煤叭的金银花 然后我们可以闻味 金银花的香气是自然清香的 它不会赤鼻的 即是不会对我鼻有很大刺激的 如果我们闻到刺鼻感 很有可能 就是经过硫磺酸制过的 大家一定不要买了 再下来我们可以摸一摸这个花罐 好的金银花的花罐是比较口实的 它有一些硬度的 我拿在手里面有些重量的 最后我们品味道 泡水之后 水的颜色应该是黄绿色的 它的味道是金中大虎口感清香的 如果它的味道不够纯正 或者香气不明显 那就是裂质的 金银花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关心 金银花有什么需要治的地方呢 首先 要治不要对金银花过敏更服用 因为服用金银花或者外敏时有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 例如出现一些皮疹 出血 或者我们皮肤有些痕氧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金银花过敏的朋友 一定就不要用金银花了 另外 阳虚 是指我们人体的阳虚不足 阴性阳虚的状况 可能会出现一些 怕冷 小便 清肠 这些症状 所以这类朋友 长期而且大量使用金银花 可能 他会进一步 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 是不理于我们病情的恢复的 同时 由于金银花的性味是寒凉的 所以他可能会影响我们 脾胃的消化 脾胃 脾胃 虚弱的朋友 应用了之后 可能会进一步 损伤我们的脾胃 加重食欲下降 恶心 吐吐 这些症状 另外 金银花也不适宜和保抑类的中药 一同伏价 例如我们人心 党心 这些 以免降低这些药物的功效 最后 如果是 怀孕了 有热 是可以少量地附用一些金银花水的 但是不要过量太浓 因为金银花水从中医角度来说 其实比较寒凉的中药 由于金银花的成分都比较复杂 有相关的动物实验显示 将金银花的提取物 致死到 印生小肢的腹窗中 发现这些药可以有 抗早润 中润 或者晚润的作用 所以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实现小肢流产 为了减少在怀孕之中 对胎儿产生的不息 所以 我们在怀孕早期 胎儿在 生长发育比较重要的时期 建议大家 避免使用 更银花 多谢大家